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超級星期二的直播 我們 逢星期二是8點至11點 當然很多網友說等得很心急 等了一個禮拜 因為過去一個禮拜都很忙 所以一個禮拜做一天 我想到差不多了 今天 第一節這個話題要跟大家講講 香港的公務員 這個叫做秘勞問題 那我就覺得 其實這些公務員出來秘勞 反而有助整個特區政府 拉近跟香港市民之間的距離 有助這個特區施政 這個假定是正常的政府 當然是正常的 並不是從攬炒的角度出發 不是從攬炒的角度出發 攬炒的角度也可以想想想 蛇王對於拖曼施政也有用的 當然啦 兩個角度也可以解釋 不過第一個角度 我們要用正面的方法 先發揮正能量 不要啊 立刻想起華記那些 別說藍絲目 因為我們要兩方面說 第一方面 今天我一起來就看到兩則新聞 第一則新聞 就是說馬尿水 水景基地 有40至50名水警 認識了CCTV 認識了CCTV之後 怎樣呢 他們 原來就是 集體釣魚 這件事 我覺得也算是有益身心 也沒有說要做 非法的事情 但是這群 馬尿水 水景基地 是做開非法的事情 是嗎 哪方面的非法的事情呢 這群水警是 有份鎮壓的 在2019年 是 因為上次我已經說過一次 就是他們的船 忽然間有一條大網蛇出現 差不多一年之前 大網蛇出現了之後 那為什麼大網蛇出現了之後 我只是說風水的事情而已 接著就有很多人報料 說這群人不是無辜的 這群人是含家領來的 這群人是含家領來的 因為水警沒有工作 他們平時有甚麼工作呢 你想想海上 這群人是絕對有份鎮壓的 再加上 他們管的水警 那水警有沒有牽涉人命呢 肯定有啦 第一時間想起陳彥林 所有那些浮屍案 全部他們管的 沒錯 我們想說一下 這群人的水警 集體釣魚 他們 關上閉路電視 究竟 他們釣魚的目的是想打發時間 還是怎樣 肯定不是想釣浮屍 因為現在 應該都 比較不會有發生的事 因為不是抗爭時期 抗爭時期 有大量的浮屍出現 我們 來到英國之後 最近也有網友向我們報料 陳彥林當初 他說他的死因 絕對是關他那個 老母的男朋友 因為他老母的男朋友 其實就是警察來的 是黑警來的 他老母是一個藍絲 據說 陳彥林就是給他老母的男朋友 連著他老母的男朋友 的一班 警察做黑警的同事 是鄰居致死 最終就丟了下海 警察就替他掩護 替他掩飾 有這樣的版本 當然這個版本我們沒有辦法證實 真偽 已經事隔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版本也流傳了一段時間 有說他有避性侵 是有人傳過的 當時我們也收了一個版本 說他在佐敦那個解放軍的醫院 進行解剖 其中有一個據說 身份也沒有辦法考證 據說是在那個醫院 當值的一個醫生 他就說 接到陳彥林的屍體的時候 下體已經是腐爛的 嚴重受到性侵的 結果 當然 當時人事後也找不到 找不到這個人 也沒有辦法證明他的身份 但是這個說法 很多人也有說過 也有很多傳聞 為什麼要說水警呢 因為我們看到 如果這班水警 我不說他 鎮壓、不說他有強姦、不說他殺人、棄屍 只是在這裏關了一個閉路電視 怎麼也好過他 做剛才所上述的那些東西 如果他釣魚 我們評論一下釣魚這件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是 是藍梅 所以有時候 看到的新聞要小心 每一件事都可以粉飾到太平 沒錯 我就是想說 根據那個報導是東方日報 只是說 這班人 就是蛇王 東方其實有一段時間 專門抓紀律部隊、公務員、蛇王 消防署、海關 他們經常派人們放射 就跑去那些海關、食環署、 尤其是消防署 因為當時他們的 總部大廈 跟消防署有些爭奪 所以他派了一隻狗仔隊 專門就是追擊消防署 今天 另外有一則新聞 又是說有這個海關的官員 射球 長期請病假 他去拿的士 這件事 真真正正有利這個政府施政 如果每個公務員都像他那樣 出來拿的士 甚至從事服務業行業的兼職 當然 如果你是 從事服務業的 就是做兼職 通常他的態度也不會很差 起碼 但是對人方面的態度一定會好一點 沒有那麼傲慢 但是 從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就是因為我們所接觸的很多公務員 都是十分之傲慢 都是十分之囂張 態度惡劣 是不是 有些人本身就很傲慢 例如AO 證務官 政府裏面也有很多高級行政人員 是相當之傲慢 他們 有很多 擁有 高學歷 然後他們只覺得自己學歷很高 覺得自己 英文勒勒石 我再告訴大家 他們是不會用中文溝通的 真的覺得自己高級的 林鄭那個 林鄭那個就是一個典型的copy 她是一個典型的副本來的 她是典型的港英政府的副本 她是copy出來的 其實她就是這樣 一個女人 單頸 事業型 講英文 不跟你講中文的 政府大霸了 絕大多數 百分之九十九 九成九九是藍絲 那種 傲慢 憎人富貴 厭人貧 因為他們做政府 通常很少跟外面接觸 所有人 要麼是上司 要麼是下屬 對上司就奉迎 拆鞋拍馬屁 在剛才所說的那些人 為甚麼是九十九呢 因為我真的認識那些人 是深黃的 是黃到你不信的 不是淺黃 是深黃 我認識那些人 他們支持港共政府 很厲害的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有網絡 因為不是看藍媒 因為有互聯網 因為有星座有YouTube 有黃媒 因為有星旗易得道 類似如此 就這麼簡單 這個就證明我們的存在很重要 我們看到checkroom內地的網友就來翻牆給你們看 這個很重要的 現在 大陸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社會主義的鐵拳 不是打到埋伸 人們都不懂得醒 現在上海大部分人都醒過了 北京也是 今天凌晨宣布封城 封11個區 幾乎是囊括整個北京 大家想想 其實傳得出來也沒有錯了 那些人可以去超市數貨 其實也沒有錯了 今天廣東網友有報導 繼續說 這些傲慢的公務員 一班 公務員其實也有很多人去蛇王 例如消防員 消防員很多時候 他們是一天放兩天的 很多人 去駕駛的士 有些是拿的士收現金 有些是做裝修 這些是正行 我們也知道有些警察 他們也有很多秘魯 秘魯是甚麼呢 秘魯就是 看牆 幫那些 黑社會的地方看牆 甚至乎是參與 經營 體檔 做股東 佔了一份股份 現在的情況 我想會越來越惡化 因為現在的黑社會 警察沒有網管 沒有人可以管得到警察 也沒有傳媒了 傳媒都收拾了 那些都是親政府的 誰敢揭露他們的陰師呢 所以我補充剛才的論點 我們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人是很關鍵的 例如我們 不是只聽我們 但是 又真的很肯定的 跟大家說 我們也是很關鍵的 我們其實是主張一定要跟他們對抗到底 也不能不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香港人在2019年之後就不能跟他們對抗到底 出了黑社會 擺明居密 說謊了 殺人也做了 要不就跪下 要不就對抗到底 沒有另一條路 我們是跟他們搏鬥終生的 我們不能回頭 現在他們 傳媒只能報一些無關痛癢的 當一個很大的黑幕 沒有人敢報的 只有我們 例如之前報這個吳克劍 強姦 沒有人敢開他名字 全香港媒體沒有一個敢說的 只有我們說的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的重要性 公務員這一節 我們先講到這裏 來吧 好 謝謝